今晚的通訊公司特地不合作 日前是正常在開幕 和傳統的手機店不一樣 這間店的空間相當明亮 而且共町的是希望讓客戶 能夠在這條完成的相片體驗 現場包括跟議員長王正良 立法委員蔡毅宇還有副議長 第一額和台南市議員 董森林王宣茂都共甲長來爭菜 非正常保留黨市長林信宏表示 現在消費者使用Apple產品比例相當館 為了要讓我們自己普助市民 以及分隔海關的地区鄉親 能夠趁勤進來提供 Apple產品的連貫性以及本理性 府主交付聯網的時代已經來臨 Apple蘋果公司在臺灣 收到臺灣鄉親很大的愛用 根據統計 每個月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銷售 是Apple品牌 所以Apple知道臺灣人 臺灣鄉親非常愛用 Apple的資料 但是他們不一定很耗用 所以他希望他在家議員 有一個服務的具體 我知道這個訊息之後 我就去盡量 這個時間 經過當晚的時間去盡量 經過Apple的心情 找點 所以他們有當晚的時間 來找到這間店 來服務人 蓋餘館的地方 Apple的使用愛用者 幾點價位僅僅 決定在這個有溫暖的地方 提供給民眾一個數字 看見的體驗空間 到最有溫度 大聲的服務 讓鄉親可以快速了解 所有Apple的產品 明信給這次 門主提供 iPhone iPad Watch Mac 全黑類商品 以及現場實際的電視 歡迎客戶正恩體驗 謝忍新聞 鄭主持 蔡鴻佛登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